什么吴天则失明,失明则威国,冠冕堂皇,威严耸听 我看就是他胡东县怕失了自己的前程,想给自己留退路 有句话叫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任何一个团队,人越多越不好管理 统一思想就更难了 有客观难处,也有主观因素在里面 严实藩气急败坏,拿着胡东县的奏书到严松面前打小报告 严松却是相当淡定,还有心思撩妹 而且你看连手都没抖,抖一下水就不是直线了 说明此时,严松对事态的评估,是还在可控范围之内 把持朝政二十年,提出改道为丧之前,肯定能想到各种各样的麻烦 严实藩的意思是,胡东县明哲保身 可是作为严府第一心腹的罗龙文,却趁机添油加醋 把严实藩的话发散了一下 那个谭伦去浙江,我就提过醒 谭伦和胡汝珍有交情,现在又是豫王的心腹 他胡汝珍打亮着豫王会接位,哥老又老了 刘退路是意料中事 胡宗县可是封疆大吏,罗龙文只是通正史,能不演红吗 严党内部也不团结 能做到现在的位置,识人之名是必不可少的 严松教育儿子该怎么分析问题 胡宗县这是在叫苦呢 严实藩对老爹这种亲疏不分实在看不下去 严松维护胡宗县最终还是为了严家 可地主家的傻儿子已经被情绪蒙蔽了,不能理智分析问题 严松也是罪了,只好把话说破 咱们父子在这吵架,人家祖孙三代乐得清闲,不公平啊 而且家境迷信二龙不能相见,所以几乎不见豫王 这也是豫王迟迟没离太子的原因 这个时候亲自去豫王府,态度得有多明显啊 这里有一处细节,严松的书掉到地上,严实藩帮忙捡起 剧中的严实藩一直在怪事 这是在暗示父子有亲情,只不过被掩盖在了官场之下 另外严实藩捡起书,放到了书架上 而严松的本意是要从书架上拿出来 这又是在暗示严松是真的累了 可严实藩只会帮到忙 严家父子正在吵架,豫王府上却是轻松的很 改道为丧又将如何进展 欢迎关注评论转发,我们下期再说